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就没什么道理 如今被孙强一喝吃 自然有了几分距异 赶紧收手停拳跑开了 孙强趁机将小乞丐拉起 一脸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我 我肚子好饿 那小乞丐掉了一滴眼泪 又可怜巴巴地问 大哥哥 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 我已经有两天没有讨到吃的了 就连那个破碗也被他们打坏了 说吧 小乞丐扬手指了指脚边的瓷碗碎片 孙强看到小乞丐投来的急切眼神 心中更生怜悯之情 慌忙点了点头 又问 你是个小姑娘吗 你叫什么名字 嗯 小乞丐点点头 又道 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不过和我一起讨吃的人都叫我小不点儿 大哥哥 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叫我小不点儿 好 小不点儿 走 我给你买馒头去 孙强爱心泛滥 立马去馒头铺 给小不点儿买了十个大馒头 小不点儿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 还有些意有未尽 他却怎么也不吃了 孙强问起原因 他才说还有几个乞丐也有两天没讨到吃的了 他要把剩下的馒头封给他们 你都是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了 你却还想着那些小伙伴 实在是难能可贵 孙强忍不住一声叹息后 又买了四个馒头让小不点儿吃 小不点儿吃了一个后 又急着要带馒头去给他的小伙伴 孙强担心他在路上再被人欺负 便陪着他一起去了城东的城隍庙 这座庙年久失修 早断了香火 城中的乞丐就盘踞在此 俨然把他当作了家一般 小不点儿带着馒头刚进庙门 五六个成年乞丐就一窝蜂似的跑上来 二话不说便把他手中馒头抢了个光 孙强见了不由的连连摇头 轻声问小不点儿道 你平日里就跟他们住一起吗 嗯 小不点儿又点了点头 孙强又问 那他们平日会不会欺负你 如果我找到了吃的带回来 封给他们吃 他们就让我在庙里睡 如果我找不到吃的 他们就让我睡在庙外 小不点儿如实相告 孙强听了更是难受 连连攥着拳头道 可恶 话音刚落 那几个乞丐 竟同时停下嘴里的动作 齐齐向孙强投来一道胸光 孙强看了净有些胆寒 慌忙拉起小不点儿就走道 走 去我家里住 以后再也不跟他们待在一起了 大哥哥 你这时要收留我吗 谢谢你 小不点儿一激动 边走边掉起了眼泪 不过没走的几步 他又挣脱孙强的手道 我长这么丑 你带我回家的话 你爹娘一定会怪你的 孙强道 他们都和我一样善良 不会怪我的 听话 跟我回家 对了 我叫孙强 你以后叫我强哥 或是大哥哥都行 那 那就谢谢大哥哥了 文言 小不点儿才高高兴兴地 跟着孙强走了 就像孙强所说的一样 他老爹孙老汉 老娘梦氏 都是善良之人 他们听说了小不点儿的遭遇后 都对他充满了同情之心 他们自然不会因为他长得丑陋 而将他赶出家门 为了迎接小不点儿的到来 孟强当晚还特意杀了一只鸡 炖了一锅鸡汤 然后将一只鸡腿夹到他碗里到 孩子 看你这身子骨都快瘦成皮包骨了 你快多吃点儿 孩子 既然你强哥把你带回来了 以后你就是咱们孙家的人了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孙老汉也往小不点儿碗里 夹了一块鸡肉 小不点儿感动得 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边哭边问 我可以叫你们爹娘吗 我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爹娘是谁 今天见了你们 感觉你们比我爹娘还好 可以可以 梦是高兴地直点头 孙老汉乐呵道 既然叫了我们爹娘 那你以后就正式成为我孙家的女儿了 你就叫孙茜吧 好 以后我就叫你茜妹 孙强赶紧拍着手道 小不点儿听了连连点头道 这个名字好听 我非常喜欢 谢谢爹娘 谢谢大哥哥 这家人正吃着晚饭 门外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吆喝声 强钩回来了吗 是张芳的声音 张芳比孙强小了四岁 张家距离孙家 不过百步 张芳和孙强一起玩泥巴长大 可谓青梅竹马 孙老汉和梦是 觉得张芳长得漂亮 有心要纳他为席 可张家老两口 有些瞧不上孙强 一直未点头答应 这就导致孙强过了弱冠之年 还未成婚 小芳 我回来了 孙强听到张芳的声音后 如丢了魂一般 慌忙丢了网筷 跑出去见他了 孙茜望着屋外的方向 竟也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变得一脸沉重 孙老汉和梦是 只顾着商量孙强和张芳的婚事 完全没有注意到孙茜脸上的表情 孙强见到张芳后 忍不住就拉住他一手道 方妹 吃了晚饭没有 我娘今晚断了鸡 快跟我进屋场场 我 我还是不去了 张芳正托孙强的手 一脸难过地说道 我娘病了 家里没钱看病 蒋哥 能不能借我二两银子 以后我慢慢还给你 刘娘娘病了吗 你等着 我马上给你拿钱去 孙强听了这话 顿时齐了 转身就去家里拿钱了 梦是听到张芳在院子里说话 便把他拉进了家中 要他也喝碗鸡汤 张芳高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屋中 可看到孙倩那张脸后 他立马吓得魂飞魄散道 呀 这人是谁 怎么这么难看 这是我人的义妹 他身世可怜 我不忍他在外被人欺负 就把他带回来了 孙强在张芳身边坐下 偷偷把二两银子塞到了他手里 他的意思很明显 这银子是他给他的 不用还了 张芳偷偷把银子放进腰中后 急忙起身道 我 我家里有事 先回去了 说完 他就匆匆离开了 孙老汉和梦是见到张芳的表情 就知道他是被孙倩吓着了 因此也不好抢留 孙强念着张芳 一心还想跟他去家里 探望一下未来的张母娘 怎料张芳却死活不让他进门 孙强只得灰溜溜地回来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正碰到老娘抱了被子 要给孙倩铺床 孙强心疼老娘 便一把抢过道 娘 我来 你来也好 那我就去洗碗了 梦是点点头 把被子交给了孙强 孙强带着孙倩进到一个小房间里 他就开始忙碌起来 这时 孙倩忽然开口道 大哥 你是不是喜欢刚刚那个姐姐 还想娶她为妻 嗯 孙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孙倩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刚刚骗了你的钱 他良心坏了 他不是好人 你不要娶她 什么 张芳骗了自己的钱 难道他娘没病 怪不得他死活 不同意我去他家见见留娘娘 孙强正在心中寻思 只听孙倩又道 大哥 你若是不信我的话 一会儿你先不要睡 跟我一起去他家外候着 自然就清楚了 好 孙强从没想过张芳会骗自己 因此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她便在天色大黑之后 跟着孙倩一起 悄悄溜到了张芳的家门外 张家院门外有一棵古柏 高有白尺 直送云香 孙倩到了树下 便轻声对孙强说道 大哥 你先上树 我有许久没爬树了 恐怕爬不上去啊 我去草垛里藏着吧 孙强望了望四周 又指了指不远处的草垛道 孙倩立即摇头道 不行 一会儿会有人去那草垛 你藏里面就暴露了 哦 还有这事儿 孙强一阵忏意识 不由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的感觉应该不会出错 那好吧 为了以防万一 孙强只得按照孙倩的要求 奋力朝那棵古柏上爬去 一注烟的功夫后 这小子终于做到了 十余齿高的树压上 这时 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正要对孙倩招手 事已他也上树 不料 眨眼之间 孙倩就像猴子一样 敏捷地爬了上来 孙强看了又是一阵成奇 到晚 有一轮弯月挂在天空 二人坐在树压上 将张家大院内的情景 看得一清二楚 此时 万籁俱静 大多数人都进入了梦乡 一道鬼鬼祟祟的黑影 忽然从村西小道走来 那黑影走到张家院门口后 便学着野猫的叫声 叫了两下 孙强看到那身影 很像无赖 心头更是诧异 这么晚了 他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还想占方妹的便宜 这个无赖 虽然长得人模狗样的 但他好吃懒做 好义无劳 是那种典型的不良青年 他既于张芳美色已久 还托没人去他家 说过几次亲 但张家老两口 显然也看不上他 因此未同意这门亲事 就在孙强盯着 无赖身影出身时 张芳忽然从屋中 捏手捏脚地走出来 小心翼翼地打开院门 轻声问了一句 死鬼 怎么现在才来 无赖坏声笑道 这不是担心 被你爹娘发现了吗 说吧 他拉着张芳 急不可耐地钻进门外 那个大草垛中 他们这时要做甚 孙强看到这里 差点而没愤怒地叫出声来 还好这时 孙倩做了个虚的手势 及时地制止了他 他才忍了下来 不久 草垛里传出一阵沉重的喘气声 孙强就是不用脑子想 也知道里面二人在干什么事了 他气得差点没从树上掉下去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相信孙倩说的话都是真的 这个张芳 表面看上去十分纯洁 被地利却是如此肮脏龌龊 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张芳跟无赖办完事后 便给了这小子一两银子道 这钱你先拿去救救急 不要再去搞赌了 怎么才这么点儿 孙强那傻小子不是回来了吗 这次他离村三十多天了 肯定挣了不少钱财 你该找他多借点儿才是啊 反正他喜欢你 肯定不会让你还的 无赖厚颜无耻地说了一句 这让孙强的心 更如被刀子弯了一般难受 他万万没有想到 张芳找他借钱 竟是给无赖的 约莫一个时辰后 这两个无耻之人 办完了所有的事情 这才各自归家 孙强失魂落魄地 从树上滑了下来 孙倩知道他心中难过 便轻声安慰道 大哥哥 你人好 心善 冥冥之中积了不少因德 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到时候不愁找不到好媳妇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 经历了此事后 孙强暗暗发誓 不要再喜欢张芳了 重新找媒婆 物色格良人结婚 踏踏实实过日子 因为这件事情 孙强接连两天都很失落 导致他做什么都没兴趣 成天吃了饭后 就躺在床上暗暗流泪 老娘梦是以为孙强病了 便要急着给他找郎中看病 孙倩为了不让他跑冤网路 便将事情原委道出 孟氏听了也是气得直跺脚道 没想到这个张芳 看起来老师 被地利确干了 对不起我家强子之事 哎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恰好在这个时候 张芳老娘流逝 托媒婆王大娘上门来提亲了 孟氏卖了王大娘一个面子 这才让他把话说完 王大娘还不知细情 一直眉飞色舞地说道 我说老姐姐 你们不是一直想跟张家解亲吗 如今人家终于松口了 你该高兴才是啊 怎么还把这张苦瓜脸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还在为彩礼钱的事发愁啊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他们张家只要八十两银子的彩礼费 我相信这点儿钱 你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毕竟强子在外干活多年 他手艺又好 肯定挣了不少钱 别说八十两银子了 就是六两银子 我也不会给 更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梦氏心里窝火 终于把王大娘的话打断了 王大娘见梦氏脸色难看 不由的纳闷道 老姐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哼 你自己去问问张芳就知道了 梦氏气不过 并将孙倩和孙强所见之事一一道出 王大娘听了也是一阵吁吁 连连感叹道 没想到张芳竟是这样的人 哎 如此看来 他也确实不值八十两银子了 说吧 王大娘垂头丧气的 去找刘氏回话了 刘氏并不相信王大娘之言 于是送走了这老婆子后 便去找张芳质问 张芳哭着脸说 那是孙强有了心向好 故意污蔑他的 柳氏信了自己女儿的话 为了不让孙家人说他们家的闲话 他便恶人先告状地找到里长 说那孙强人品有问题不说 还因为得不到他家张芳 到处说他的坏话 希望里长主持公道 里长张望 跟张芳老爹张远是堂兄弟 张芳就是他的堂侄女儿 他自然不能容忍孙强说他的坏话 于是立马带了张芳一家 去孙家兴时问罪 非要非要逼着孙强 给张家人下跪认错 怎奈孙强死活不承认 他说了张芳的坏话 张望无奈 只得板着脸对孙强说道 你若再不认错 我便让你吃村法了 所谓的村法 就是村里的规章制度 一旦有村人犯了重罪 全村人便聚集起来 将罪人五花大绑了 然后每位村人用同一根木棍 狠狠抽打罪人一棍子 洞西村共有上百户人家 三百余口人 孙强若是要遭受村法制裁的话 他至少也得挨三百棍子 如此下来 他还能活命吗 当孙强得知这一点后 竟不畏强权地站出来说道 里长大人 我大哥是被冤枉的 事情根本不是你所讲的那样 你若要请村法罚他这样的好人 上天一定会责罚你的 你 你是哪来的丑人 张旺被孙强的长相吓坏了 赶紧从孙家堂屋跑了出去 这时 张芳和刘氏都跑到张旺面前 说拿孙强的坏话 说他是孙强从外面带回来的扫把星 不祥之物 若把他留在村中 村人定会遭殃 因此让张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赶走 张旺想了想到 孙强不是还到处重伤方儿吗 他若不愿接受村法 让他跟那丑八怪一起滚出咱们村才好 这种造谣声势之人 确实留不得 张元不管是非曲直 只站在自己老婆女儿这边说话 因此他也极力怂恿张旺 把孙强和孙倩赶出村去 这几人有了同意想法后 张旺便带了十余个村人 手拿棍棒利器 毫不留情地闯入孙家 要把孙强和孙倩从村里赶走 孙老汉和孟氏文言 赶紧跪下来向张旺求情 希望他能收回成命 放孙强一马 张旺不由地冷笑道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让你家强儿 当着村里所有人的面 跪下来给我方儿认错 然后再把那个丑八怪送走 二吧 就是不用认错 但孙强必须接受村法 那个丑八怪也必须被赶走 这两个选择 都要孙家人把孙倩赶走 孙老汉和孟氏如何干得出这事 无奈 二人只得跪在张家人面前痛哭流涕 希望他们大发慈悲 一是不要责罚孙强 二是希望他们允许孙倩在孙家留下 不责罚孙强 倒是可以让他给方儿跪下认错 但让这丑八怪留下来 你问问大伙儿同意吗 张旺指着孙倩 冷漠地笑了一笑 众村人都受了张家人 还有无赖的蛊惑 立马就摇起头来 孙强对此失望透顶 不由得大声对孙老汉和孟氏说道 爹 娘 你们不用求他们 我带着倩妹离开这里就是了 爹 娘 海儿不孝 来日再报答你们 为了不让孙老汉和孟氏受到牵连 孙强赶紧给二人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带上孙倩准备离开 哪知 孙老汉和孟氏于心不染 当即也收拾了戏软道 咱们是一家人 要走一起走 塞翁师马烟之飞服 看到二老之举 小小的孙倩竟从嘴里蹦出了这句话 孙家人不解其意 自然没把它当回事 村人为了瓜分孙家人的房子 巴不得尽快将他们拧出村 孙家没了住处 只得暂时在附近找了个山洞住下 没想到刚进了山洞不久 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歇 山洞因为地势高 未受到任何影响 而洞西村 却因为地势低啊 全部被洪水淹没了 村中三百多口人 据说活下来的不足三十人 大部分人在睡梦中 就被洪水吞噬了 当孙强得知张家人和无赖 都被洪水夺走了性命时 忽然想起了孙倩离村时 所说的那句赛翁师马烟之飞服 心中不由的暗暗差一道 难道倩妹早就知道了 村里会爆发伤红 想及此 她便去找孙倩问个明白 可洞中再也没有孙倩的影子 只留下一封书信和一张价值千两银子的银票 至于那封书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孙强一家做了善事 他们都是好人 好人就该得到好的回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